社会消息来关注 嘉义发生了惊悚的杀人案 性侵不成竟然杀了酒友 原来在这个竹崎的内浦村 内浦国小旁边的一个槟榔园 发生一个女子的尸体 警方寻现逮捕到一名50岁的男子 他坦诚犯案 他说我跟这个被害妇人是酒友 三天前喝完酒之后 尾随妇人企图性侵 没有想到因为妇人反抗 他一时失手持困棒打死了对方 后来劫财将这个妇人气势在槟榔园 妇人的女儿听到消息之后无法接受 她说日子已经很苦了 现在又没了妈妈 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嘉义竹其乡这处槟榔园 拉起封锁线 监禁来来回回仔细搜查 原来是有一名灵性妇人遭到杀害 事后还被凶手用树叶掩埋 凶手就是他被警方押回事发现场 看到大批媒体还试图躲藏 究竟两人有什么 深仇大恨 原来两人是酒友 平常都会在槟榔园附近饮酒聊天 日前一同喝完酒后 看到灵性妇人离去 疑似起了色心尾随在后 但过程中遭到反抗 才会失控拿棍棒 敲打致死 听闻妈妈死讯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无助地躲在一旁默默哭泣 被杀害的灵性妇人育有两儿一女 其中两人还有身心障碍手册 平常只有妈妈从事资源回收工作 一家靠着补助度日 妈妈走得突然 后事不但处理不了 三兄妹的生活成了问题 现在相关单位也都介入 希望能帮助他们度过困难 华日新闻嘉义综合报道